以前我覺得光是很輕、很虛的東西 但是在黑房裏我發現少許一秒的光 其實絕對對影像是有產生分別的 我本身在讀MFA 近這幾年就專注用影像 或者用不同角度去思考影像的可能性 但是我也會回到影像製造的程式、原理 或者是現在我們怎樣去接受影像的那些途徑去入手 我自己沒有經歷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 偶然在Google Map上就看到一些遺留下來的影像 就覺得那些影像對我來說都很震撼 也都好像可以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去重游 當時的環境和當時的整個處境 我也有很刻意去想 不同時空的一些重疊其實可以是怎樣去呈現呢 透過這個展示的形式 這個很黑的環境加上這一塊玻璃 其實它也跟街道有一個最直接的重疊 其實那些影像是從拍Google Map上面 有一些殘餘的影像 我其實都是用一個相對暴力的方法去製造這些質感 城市有很多散改的痕跡 不論是在街道上面或者是在隧道裡面 我覺得其實那裡有很多好像有一種街頭的角力 或者是有一種大家的情緒裡面 這次作品裡面用光是一個比較強烈的方式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光是令我們看清楚一些東西 但是在這個processing裡面或者這個情況下 在黑方的運用裡面光反而是令到這個形象消失 有趣的應該會是大家可以在那些報紙檔看到它跟街道的那種重疊 或者它存在在那個報紙檔上面 那種地角上面的一些衝撞 它是一個比較具體的狀態 之後希望有機會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最完整的整個系列 希望有機會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最完整的整個系列 然後我們現在的導致